今天非常高興帶表明正舉來參加英哥區里長的就職典禮 英哥區第三屆里長25號與英哥區公所的大禮堂舉行就職典禮 總共20位里長統統到齊各個西裝筆挺聚精會神 一起替未來的四年揭開新氣象 而在同一天就任的新北市議員張宜貞也到達會場 表示享用女性溫柔堅定的力量讓英哥變得更好 女性一定就是更溫柔更堅定的力量 那也是把我們這份守護的力量就是帶到我們的新北市英哥 那未來就是我今天是第一天上任 希望未來就是一定會更努力來讓我們的英哥越來越好 而這次當選的里長之中除了有六位新面孔之外 總共有16位男里長及4位女里長 達破英哥區以往只有一位女里長的記錄 而其中的三位女里長都是首次當選 新就任的她們紛紛表示興奮 也期許自己能夠不負選民的期待 為民喉舌 今天有點緊張 但是非常的開心 就未來的四年可以替我們尖山的里民服務 今天的心情坦白講還滿喜悅的 但是當然也是有帶一點緊張 很緊張 也很期待說 可以把以後做里長的這個 為民服務的這個心境可以用我的心 我用我的熱忱去服務鄉人 而身為女性決定出來選里長是否獲得家人的支持 每個人都不約而同的表示 起初家人都沒有非常贊成 是經過長期的溝通後才得到支持 家人其實有點反對尤其是我老公 那就是登記之後他還是最後是全力的支持我 那也督促我希望在未來的四年 可以把這個里長的工作做好 我自己有在做生意 就是相對在服務上面也有這個熱忱 然後我又當過志工 所以我就希望說 繼承我先生的這一些意願 為民服務 就是之前有在老街服務過 我是之前的老街理事長有服務過 就是說我有這份熱忱 然後後來有跟家裡的人商量 跟我的老公跟我爸爸媽媽他們商量過 但後來他們還是就是尊重我 我的選擇這樣 斯文女里長之一 就是擔任鳳鳴里長 邁入第二屆的陳芷柔 也有更多替里民服務的想法 大家看到我們女性也可以撐起半邊田 對 有得到里民的認同 那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是鳳鳴里 那大家都知道鳳鳴有一個重劃區 那現在因為建案越來越多 進住的人口也越來越多 那最需要的應該就是大型的公園 那我想那個推動那個大型的公園 是我最想要做的 里長是最貼近民眾 最接地氣的民意代表 希望未來的四年 每個人都能保持初衷 全心全力為里民付出 中家新聞 詹宇勳 張家慈 銀格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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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